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冠军将在这片汉海狂杀之中进行强者对决 究竟谁能够披荆斩棘成为最后的赢家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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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抽签 一号选手牛云亭对战二号选手王勋 三号选手毛天剑对战四号选手陈超 四名选手两两对决 最终获胜者将进入七桥板关节 冠军对决现在开始 所有的选手都在他们的单期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 有人三十秒就完成了七桥板的拼图 有人成功地实现了十二连击 他们携冠军之威和对比赛赛道的熟悉 来到了这里 到底谁能够最终捍卫冠军的荣耀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沙漠赛分为小组赛和决赛 小组赛四名选手通过抽签分成两组 几续对决 每位选手都要面识和用的双重考验 智者问答 挑战者需要在三十例方案内达对十五题 几位成功 勇者赛道 挑战者需要背负生命之水 完成五百米赛道及完成任务 每轮对决率先完成挑战者 将获得一个积分 如果小组赛出现停局 将通过抢达决出胜负 小组赛胜出的两个选手进入决赛 进行七桥板终极对决 首先登场的两位冠军 是云婷和王勋 云婷也是本次冠军对决当中 唯一的一位女选手 她将首先挑战的是智者问答 作为唯一的一个女选手 要面对三位男选手的冲击 对自己有信心吗 有 作为唯一征战冠军赛的女选手 牛云婷 在周赛中三战三截 轻松问鼎周冠军 赛道障碍对于退伍女兵 牛云婷来说 易如反掌 现在的牛云婷 是一名健身教练和素身教练 好体力 好学食 好运气 急于一身的她 面对其他三位实力强劲的对手 又能否在冠军之路 保持不败呢 那么你为王勋选择的是 多少升的生命之水 2.5升 2.5升 也就是说王勋 要背着2.5升的生命之水 完成自己的勇者赛道 在周赛中七小板环节 王勋仅出手一次 就战胜对手 将冠军收入囊中 超人的记忆力 加上周赛中宝贵的经验 实力强劲的王勋 能否在冠军赛上大放异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王勋 你必须保证 当你回到终点的时候 身上所负载的水 不能比出发的时候少 当然 路途当中呢 有三个补水点 什么时候补水 是否补水 由你自己来决定 云婷 不同的题包 对应另外一个选手 所要承载的生命之水的分量 单选题 对应2.5升的生命之水 双选题 对应5升的生命之水 简答题 对应7.5升的生命之水 每一个题组都是30道题 答对其中至少15道 才能够取得胜利 云婷 在进行答题的时候 如果完成连击 比如说三连击 六连击和九连击 可以分别达到改变 对手 取水时候的用具 三连击的话 它将只能够使用 500毫升的器具来补水 如果达成六连击 它将只能使用 200毫升的器具来取水 如果你成功地完成九连击 它将只能够使用一个 10毫升的小勺来取水 云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王勋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3.2.1 RUN 俄罗斯国旗上 没有以下哪种颜色 A白 B绿 C蓝 D红 B 正确 《民著小王子》中 作者称自己小时候 不被成人理解的 画作是什么内容 A 一顶帽子盖住了一条蛇 B 一条蛇吞掉了一只大象 C 一条蛇吞掉了一顶帽子 D 一顶帽子盖住了一只大象 一条蛇吞掉了一只大象 正确 中国著名文学家 朱自清笔下的 荷塘月色 描写的是哪里的景色 A A 北京大学 B 燕京大学 C 复旦大学 D 清华大学 清华 正确 这次跑的时候呢 我一直全程拎着水桶 因为把水桶一直背在背后 水不停地在洒 我中间会有很多次 不停地去加水 会浪费时间 根据杨家将演绎 老令公杨继夜 临终前被困在 A 狼牙山 B 狼山 C 两狼山 第二狼山 狼牙山 错误 好 现在 王迅已经到了第一个不睡点 他选择了继续奔跑 你将面临的是乏食十秒 到目前为止 你答对了三题 并且实现了三连击 因为我看到它 是颠着水的 我觉得我应该 使用三连击或六连击 将它的量杯 减少到最小化 请听题 哪一年科举考试制度 寿终正寝 从此中国现代教育 登上了历史舞台 A 1905年 B 1906年 C 1910年 D 1911年 哇 相传一所预言的作者是 A 被释放的奴隶 B 奴隶主 C 贵族 D 牧羊人 牧羊人 奴隶 被释放的奴隶 正确 乐高积木的发明者是一名 A 农夫 B 木匠 C 小商贩 D 厨师 B 正确 以下不是杨将先生称谓的是 A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 B 我国著名作家 此题作配 王勋通过了第二关 轮胎扇 他选择了补水 在他补水完 重新奔跑的话 你将面临20秒的阀石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来看一下 云婷一共答对了5题 实现了三连击 迫使对手使用500毫升的器具来补水 王勋已经开始奔跑了 准备答题 菊花起源于哪个国家 A 中国 B 日本 C 东南亚 D 朝鲜 中国 正确 全国唯一所名列世界15强的 专业会议口译办学 机构是什么 在电视剧《亲爱的翻译观》中 被简称为高翻院 A 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B 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C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D 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C 正确 血液的红色是源于 A 氧气的颜色 B 血管B的颜色 C 组织液的颜色 D 血红蛋白的颜色 血红蛋白的颜色 正确 中国古代神话中所说的摇池 位于 本题作废 好 到达最后一个 生命之水的补充点呢 我们发现 那到目前为止呢 你答对了八道题 离十五题的成功点位 还差七题 王勋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云庭阀石三十秒 好简单 我简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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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间快一点 天三雪莲是国家几级病危物种 A一级 B二级 C三级 D四级 C 正确 以下输赛原产于中国的是 A冬挂 B黄挂 C七葫芦 D茄子 A 正确 鳄鱼的颜色 好 王勋已经拔旗成功了 那云庭呢 没有能够答对十五题 到目前为止呢 是答对了十题 我们来看一下 王勋的生命之水 还有多少 多于出发前的二点五升 因此本轮比赛 王勋成功拿下一分 两位选手跑达互换 接下来 王勋将挑战智者问答 而云庭将挑战勇者赛道 王勋在上一期的比赛当中呢 非常聪明地 只用了三十秒就完成了 七桥版的拼图 但是这一次 他想展示这样一种技能 还必须赢得和云庭的比赛 王勋 你给云庭选择的是 多少升的生命之水 我给他选的是二点五升 二点五升也就是你将选择单选题 对 单选题 王勋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云庭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二一 这黄色成为皇家的专属颜色 是在A秦代 B汉代 C唐代 B明代 B汉代 错误 五谷中的鼠 G 书 依次分别指的是 A小米大米豆类 B红薯小米豆类 C黄米小米豆类 B高粱黄米小米 B 错误 在美国中西部的龙卷风走廊 每年会爆发多少次龙卷风 A五百多次 B一千多次 C一千五百多 B两千多 这个真不知道 蒙一个一千多次 正确 W是哪一款网游的简称 A 英雄联盟 B魔兽世界 C 新属门 D 最逍遥 这个年轻人都玩 B魔游世界 正确 地球的平均半径是多少 A 七千三百七十一公里 B 六千三百七十一 C 五千三百七十一 D 四千三百七十一 B 六三七一 正确 下面哪一项是错的 A 浙江省的浙江指的是乾塘江 B 云南 因为于云林以南而得名 C 广西游 广南西路简化而来 B 四川的川指的是嘉陵江 C 错误 下列科学家中 哪一位是犹太人 A 培根 B 牛顿 C 拉瓦西 B 爱因斯特 B 爱因斯特 正确 不锈钢中什么元素使其不生锈 A 蒙 B 乌 C 木 地 个 地 个 正确 云婷到达第一个补水点 他选择了补水或者是休息一下 嗯 在他起跑以后 底将面临十秒的阀石 来看一下 王勋目前已经答对了五题 这个成绩还是非常正常的 加油 加油 其实这两期节目 我跟上次都一样 我每次都是二号 也许是一个幸运数字 对 云婷已经开始奔跑了 阀石十秒 请听题 蝙蝠在生物学中分类属于哪一类动物 A 鸟类 B 昆虫类 C 哺乳类 B 两栖类 C 哺乳类 正确 一度电可供一只50瓦的灯泡照明几个小时 A 5 B 10 C 20 B 36 应该是十个小时 错误 下列部属于人体肝脏功能的是 A 解毒功能 B 代谢功能 C 血糖转化功能 B 消化功能 肝脏 消化功能 正确 下列大型水利枢纽中 最早修建于长江干流上的是 A 葛舟坝工程 B 三门侠工程 C 三侠 B 刘家侠 应该是葛舟坝 正确 我国云南阿昌族庆中秋节的活动是 A 走乐 B 行乐 C 赏乐 D 跳跃 啊 跳跃 阿系跳跃 正确 鱼露是一种什么调料 A 咸味调料 B 甜味调料 C 酸味 D 辣味 鱼露应该是咸味 正确 下面哪一历史时期不是奴隶制社会 A 商 B 勤 C 周 D 春秋 奴隶制下商周勤 呃 好 此题作废 云婷到达第二个补水点 他同样选择了加水或者是休息 几道题了 到目前为止 王勋已经答对了十道题 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因为赛程才刚刚过半 运气好 运气好 云婷开始向第三个补水点发起了冲锋 二十秒的伐持 王勋 好 请听题 以下哪种植物的叶子可以直写 A 丝挂 B 仙人掌 C 芦荟 D 白菜叶 应该是芦荟 错误 物体在一定时间内的震动 次数决定着 A 声音的高低 B 声音的强弱 C 声音的长短 B 音色 应该是高低 正确 总角之交指的是 A 顽童之交 B 少年之交 C 中年之交 D 忘年之交 总角之交 应该是忘年之交 错误 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总统是 A 小布什 B 里根 C 克林顿 D 老布什 老布什 错误 A 生命之水的方式 其实挺阻碍的 上面的挂钩挂了两次在潘马网上 最早的飞机使用的发动机是 A 涡轮风扇发动机 B 涡轮喷气发动机 C 活塞螺旋桨发动机 D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此题作废 非常遗憾 我想知道你正确答案是什么 C 回答正确了 但是非常可惜 就在你即将给出正确答案的时候 云婷来到第三个博水点 按照规则此题作废 好 云婷补水完奔跑以后 你将面临罚时30秒 到目前为止 你一共答对了11题 上一个阶段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 还有机会吧 还有机会 但是就是不知道最后一个阶段 云婷爆发出什么样的冲刺速度 对不知道运气怎么样 云婷开始最后的冲刺了 30秒的阀石 王勋 云婷慢下来了 加油 请听题 地球经线和时区起点在哪里 A 伦敦 隔离威治天文台 B 南京紫禁山天文台 C 波兰华沙大学天文台 B 韩国庆州古天文台 A 伦敦 正确 《疯狂动物城市迪士尼》 第几部经典动画长天 A515把齿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应该不选55 55是正确的 我们看看 一共答对了12题 即便是这道题回答正确 依旧不能成功 对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 云婷带回了多少生命之水 辛苦了辛苦了 来 我们看到云婷带回的生命之水 不少于2.5升 因此云婷拿下一分 所以两位选手进入了抢达环节 心里压力挺大的 因为在上一期 她是抢达互换的时候 直接完胜的 所以我要告诉自己 一定要稳 一定要淡定 两位周冠军 云婷和王勷 在第一环节的比赛当中 打成了一比一平 所以进入了抢达环节 三局两胜 如果答对的话 击一分 如果答错的话 送给对手一分 两位云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王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两位请听题 楼蒿满地卢牙短 正是河豚遇上时 请问在我国醉意发生 河豚毒素中毒的季节 是哪个季节开始 回答错误 我觉得给了云婷 一个喘气的时间 同时还积一分 来听第二题 太上老君的宫殿 叫什么开始 零宵宝殿 回答错误 她太球机心切了 我太稳动求胜了 我就这样默默地不说话 赢了这场比赛 云婷将进入到最后的 七桥板总对决 那么接下来登场两位冠军 一位是陈超 一位是天剑 陈超要挑战的是 勇者赛道 陈超从小在水里长大 现在是一名游泳教练 但是他的职业和特长 并没有限制 他在沙漠赛道上的发挥 在周赛中 连续答对12道题的陈超 将对手轻易击败 来到实力水平 更强劲的冠军赛 陈超又将会有 怎样的出色表现呢 由天剑首先进行 智者问答挑战 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 毛天剑是一名十足的学霸 身高一米八八的他 在沙漠赛道上 将腿长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 来到抢手如云的冠军赛 毛天剑要用实力证明 自己才是真正的王者 天剑在上一次比赛当中呢 得到了一个雅号叫跑得飞快的学霸 那么这一次有了经验 你为你的对手陈超选择的是多少升的生命之水 2.5升 2.5升 为自己选择的就是单选题 对 好的 天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陈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就位 3.2.1 RUN 数字1到10之和是多少 A.65 B.60 C.55 D.50 A. 错误 假如你的一手舞爵诗被杂志社采用 按照正文部分每字五元计算 你的稿费是 A.50元 B.100元 C.150元 D.200元 C. 错误 下面哪个字常用于表示顺序的第五 A.物必数 C.须地成 A. 正确 古代宫殿大门前成队的实施一般都是 A. 左雄右雌 B. 左雌右雄 C. 雌雄同体 D. 一大一小 A. 回答正确 现在陈超来到第一个补睡点 他有了经验 第一个补睡点 直接甩战通过 那么你需要乏食十秒 请听题 每次最初的含义是什么 A. 扬大极为美 B. 带着头饰站里的人 C. 年轻的少女 D. 土地里生长的花朵 D. 错误 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妹妹 应该用下面哪种称谓 A. 家妹 B. 设妹 C. 姓妹 D. 小妹 B. 正确 在计算机内部计算机 能够直接执行的程序语言是 A. 汇编语言 B. C. 加加语言 C. 机器语言 D. 高级语言 C. 正确 弄章之旗指的是 A. 生了女儿 B. 生了儿子 C. 搬家 B. 考试通过 D. 错误 马拉松原为 A. 人名 B. 地名 C. 河流 B. 食品 D. 正确 在古代人们尊称对方的妻子为什么 A. 令爱 B. 令正 C. 令堂 D. 令尊 A. 错误 现在陈超已经通过了第二个谷水点 你需要罚时20秒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答对5题 还差10题才能成功 加油 加油 请听题 三山五岳中的三山部包括 A. 黄山 B. 庐山 C. 燕荡山 D. 武当山 C. 错误 上书中的上是什么意思 A. 崇尚 B. 上鼓 C. 官名 D. 经典 D. 正确 以下哪个是朝鲜族民间舞蹈的道具 A. 单鼓 B. 腰鼓 C. 相貌 D. 手鼓 D. 错误 李尔不称李子 而称老子是因为 A. 李尔 此题作废 陈超非常快地已经来到了第三个补水点 他选择了补水 而在他补水重新开跑之后 天剑需要面临30秒的罚时 到目前为止 天剑一共答对了6题 也就是还差9题 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 陈超已经重新出发了 请听题 电影《老炮》中提到的北京方言 菊气的意思是 A. 为人仗义豪爽大方 B. 为人客气遇事忍让 C. 为人霸道飞扬跋扈 D. 为人孤僻 冷若冰霜 A. 正确 古人用父母叫 须敬听 父母则顺承 来劝于人们要尊敬父母这句话 出自 A. 弟子规 B. 千字文 C. 三字经 B. 二十四孝 A. 回答正确 以下词汇与喜欢的意思不同的是 A. 代减 B. 中意 拔棋吗 陈超 陈超拔棋成功 天剑一共答对了 八题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陈超还剩多少生命之水 来展示给大家 带着2.5升的生命之水出发 我们看到回来的水是超过2.5升的 因此陈超拿下一局 两位选手已经完成了跑答互换 那么接下来进行智者问答挑战的是陈超 而进行勇者赛道挑战的是天剑 陈超在上一次节目当中 成功地实现了12连击 停了本节目开播以来的记录 所以今天你站在答题区 是不是信心十足 对于冠军下来说 题目应该会加大难度 然后对于我刚刚跑完 非常累 希望你在答题的时候 也能够有刚才跑步般的速度好吗 加油 陈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为天剑选择的是多少生的生命之水 2.5升 2.5升 那么你面临的是单选题 对 陈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天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就位 三国演义中 一日不见当刮目相待 所说的是谁 A 马素 B 马超 C 鲁素 B 吕蒙 吕蒙 正确 吃冰淇淋不解渴 主要是因为它 A 含蛋白质 B 含脂肪 C 含糖 B 含胶 B 含胶 正确 我国铁路部门规定身高多少的儿童要买全校 A 1米2 B 1米3 C 1米5 D 1米1 1米2 错误 敲门专义词源于A敲门 B 拜师 C 考取功名 D 结亲 C 正确 公笔是哪种绘画形式的技法 A 水彩化 B 油画 C 水粉画 D 国画 国画 正确 江蟹是宋代著名的词人 他号自夺取 以下哪个不是江蟹的作品 A 扬州曼 B 翠楼银 C 凄凉饭 B 旺海潮 C 凄凉饭 错误 以体型分 哈士奇属于哪种类型 A 大型犬 B 此题作废 天界也非常的快 已经通过了第一个补水点 他选择了继续通过奔跑 乏时十秒 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冒险家 不会经过下列哪个国家 A 毛利塔尼亚 B 摩洛哥 C 马达加斯加 D 阿尔及利亚 B 摩洛哥 错误 世界上第一艘蒸汽机轮船是 A 克莱蒙特号 B 泰塔尼克号 C 蒙哥马利号 D 威斯普特号 威斯普特号 错误 历史上华夏九州中被誉为 东方雅典的是哪个城市 A 冀州 B 青州 C 扬州 D 徐州 D 徐州 正确 铁齿铜牙季小兰和宰相 刘洛哥在历史上都喜欢收藏什么呢 A 燕台 B 毛笔 C 石墨 D 纸张 A 燕台 正确 哪个国家的文明没有中断过 A 中国 B 印度 C 希腊 古巴比伦 此题作废 我们看到天剑飞快地通过了第二个补水点 他在继续奔跑 神超你要面临阀石 20秒 加油 到现在为止你已经答对了6道题 还差9道 女帧最早分为 A 生女帧 鼠女帧 B 东女帧 西女帧 C 大女帧 小女帧 D 男女帧 女女帧 A 正确 电影万万没想到中 镇腰石碑上写了什么字 A 石牛阵 B 锁牛阵 C 铜牛阵 D 石灵阵 A 石牛阵 正确 希腊神话中 看守金苹果的是什么龙 A 金龙 B 千手龙 C 十手龙 D 白手龙 D 白手龙 正确 老年人一天吃几只鸡蛋才合适 A 两只 B 一到两只 C 十九只 D 四到五只 B 一到两只 正确 三国实际擅长造刀的是以下哪位 A 刘烨 B 马军 C 蒲元 D 诸葛亮 C 蒲元 正确 现在天剑已经到达最后一个补水点进行补水 我们来看一下 陈超 你已经回答对了十一题 也就是还有四题就成功了 但是即将面临的是三十秒的罚石 加油 加油 天剑也在飞快地奔跑 他需要扳回一局才能够进入加实赛 也就是抢达的环节 我必须拼尽全力地跑才能在最后的三十秒罚石 获得最宝贵的时间才能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 请听题 勇乐大典是起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勇乐是哪个皇帝的年号 A 朱元璋 B 朱 D C 朱由孝 D 朱由简 D 朱由简 错误 出事表中 B下指的是A 刘邦 B 刘善 C 刘表 D 刘能 A 刘邦 错误 1比1的结果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毛天剑在我看来真的是不容小觑 非常的快 不愧是冠军 天剑已经回到了终点 那么陈超一共答对了11题 我们来验证一下 天剑带回的生命之水有多少 天剑带回的水是超过2.5升的 也就是成功地扳回一局 两位将进入抢达环节 陈超和天剑 你们进入了抢达环节 将用抢达的方式决出 谁能够进入七桥版的最终对决 抢达是三局两胜 如果答对的话呢 击一分 答错的话 送给对方一分 陈超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天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平题 鱼类食品具有预防动脉周样硬化和 冠心病的作用 这是因为鱼类食品中含有比较多的 什么物质 开始 鱼甘油 错误 陈超答题失误 天剑获得一分 听题 青春期常见的一种慢性毛囊皮脂腺炎症 俗称青春痘 医学上称为什么 开始 不错 回答正确 也就是说 天剑获得了胜利 陈超送给他一分 他自己又拿下了一分 我们恭喜天剑进入最后的 七桥版对决 最激动人心的冠军赛中级对决 七桥版到来了 那么这场比赛将在云婷和天剑之间来进行 云婷是唯一的一位女选手 在本期节目当中 她成功地闯到了最后 两位将采用抢答的方式来进行 答对一题 获得三十秒的拼图时间 答错的话 送给对方三十秒的拼图时间 如果说在拼图三十秒内 没有回到答题区的话 下一题将由对手来独自享用 答错也不会送给你三十秒的时间 两位知道规则了吗 预备 好 云婷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天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下面有三十秒的季图时间 开始 三十秒时间到了 希望你们已经记得非常的清楚了 接下来请听题 第一次注射狂犬疫苗的最佳时间 是在被猫 狗等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后 多长时间内开始 二十四秒 正确 三十秒 云婷选择了把所有的新潮板 一次性运到拼图现场 注意时间 来回的奔跑箱消耗全手大量的体力 三十秒的时间已经到了 三十秒时间云婷没有回到自己的比赛区域 所以呢 接下来这道题是天剑的 溺水多少分钟可能导致死亡 五到十分钟 回答错误 来 两位请听题 人体最薄的皮肤在哪里 开始 配婚 嘴唇回答错误应该是眼瞼 天剑三十秒 好一分 天剑四位 lethal 一分 就一直出现了 公司一太逼 我然后准备的 对 至于 鸿队 曾经 天剑四十秒 天剑四十秒 我们顾到工作人员 进行验证 managers 紧张吗 早知道不说了 是你的错误 给了天剑三十秒的拼图时间 回答正确拼图完成 天剑快 夺取你的旗帜 冠军赛的最终胜利者是 天剑 我们祝贺他 拿到冠军赛的冠军对我来说 算是意料之外 也算是意料之中 意料之外的话 是我觉得对手是未知的 我不知道对手有多么的强大 但意料之中的话 是我对自己有信心 最后确认我拼图正确 然后我拔棋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个